作者 旺宇 由丧子为您播讲 咱们接着说《凡人修仙传》第六百九十集 这一天呢 在离小吉宫数万里外的一片区域中 又有十多名身披各色毛皮斗篷 浑身灵光闪动的人影 顶着呼啸而至的风雪 一步步艰难地前进着 他们在这种极端天气下 走了足足半个月的光景了 其中几个人已经脸色苍白 脚步不稳了 但却没有一个人敢稍作休息停留 那毕竟这里根本无法调戏恢复 只能依靠手中的零食 和体内的法力苦苦地支撑着 但是一人脸色呀 尤其难看 喘息都有些不稳的样子 但是过了一会儿啊 他突然一咬牙 从怀里头掏出一个药瓶 往嘴里倒入一颗赤红的丹药 原本发青的面孔 一下子恢复了些血色 前头一个浑身 被深黄色光罩包裹的中年人 头也不回淡然地说道 古道友 你的火羊丹还有几颗呀 若是再如此频繁服用的话 根本没有办法走到小鸡宫的 后面的冰雹区 可比现在难走数倍呀 服食丹药的修士 是一名二十几岁的青年 强笑着回道 古兄请放心 还有一瓶备用的呢 足可以通过此区域 他似乎对中年人 有些畏惧的样子 这就好 我可不希望带着一名 根本无法通过的人 一起前行啊 那名中年人似乎 对青年的回答比较满意 护照灵光闪动之下 继续大步向前 那漫天的风雪 竟似乎对其影响不大的样子 其他几人见此急忙跟上去 似乎只有跟紧这个人 才有希望到达小鸡宫的样子 但那中年人没走几步 突然口中一声轻疑 竟脚步一顿地停了下来 接着吃惊地往高空望去 其他几个人急忙也随之望去 这才发现呢 在白茫茫的风雪之中 竟不知何时 有一名淡青色的人影 悬浮在空中 而诡异的是 此人中心三四十丈范围内 所有的风雪都被一股无形之力 隔绝在外 根本无法进入其中 那名中年人也是因此异常 才一下子发现了空中的人 所有人心中一惊 随即面色大变呢 能够无视这片区域 近空近置的 似乎结单期的修饰 都无法做到啊 难道这个人 是传说中的元英期修饰 还是原本就是 小吉宫的高阶修饰 但身上穿的服饰 又是不太相像啊 这些人一时面面相去 心中大为忐忑不已 那被青光遮住的人影 忽然开口了 你们是要拜入 小吉宫门下的散修吗 那位中年人虽然修为不高 但却是见过几次大世面的人 此刻被人影一问 顿时一个机灵回神 当即深食一礼 急忙回道 啊 晚辈古天启 正是参加试炼之人 前辈可有任何吩咐之处 中年人一边说道 一边满脸都是恭敬之色 你倒是有些眼色 也没什么 这片地方似乎有些古怪 连我都有些 拿不准前进的方向 而你们还能如此肯定的前进 有什么器物作为引导吧 青色人影不紧不慢地说道 仿佛只是随口一问 听到青色人影如此一说 中年人神色顿时一松 但却丝毫不敢怠慢地回道 看来前辈是第一次来北明岛 故而不知此处啊 在北极小夜宫其他区域还好 但此区域已经是小鸡宫的 禁制大阵的范围了 此大阵是用修仙界赫赫有名的一宝 慎石楼作为阵眼 可以随机将修饰的神念 偏离实际的方位 不知道的人若按神念感应方向前行 恐怕永远都无法找到小鸡宫所在啊 至于晚辈等人 事先在北明岛的入口的访式 买了一面定员牌 只要按照此法器所指示的方向前进 就不会迷失方向的 定员牌 啊 就是此物 虽然不是什么珍惜法宝 但也必须是身价清白 有人作宝 才可以从小鸡宫商铺中购得此物 而且一年只卖三十块 过了一年之后 此法器效用就会自行丧失 晚辈为了以防万一 故人一口气够得两块 此块就送予前辈 还望前辈笑纳一二 这中年人眼珠微转 突然一抖绣袍 一块淡黄色的圆盘 就滑落而出 被他双手奉上 青年人影摸了摸下巴 黑黑一笑 随即毫不客气地朝虚空一抓 黄光一闪 这定员牌就被他抓到手里了 青色人影自然是经过大半月连日赶路 终于到达北明岛的寒历 但原本以为凭着自己的神通 自然可以轻易地通过这含有近空近制的区域 直接到小机弓所在 但是万万没想到啊 一飞入此区域内 神念就频频失误 竟一时无法找到小机弓的所在了 这让他心中一领之下 同时有些郁闷了 因为此次他是来找人的 否则凭借此神通 强行破除禁制也为所不可 正当韩丽在想另投他法的时候 恰巧碰到了眼前一行人 这些人都是你的同伴吗 韩丽打量完手中圆盘 青光一下收了起来 目光朝其身后几人望了一眼 有些出乎古天起意料地问了一句 啊 这几位道友是晚辈不久前结识的 因为都想败入小机弓门下 这才同行 怎么 贤辈 有什么不妥吗 不是不妥 而是其中一个不妥罢了 什么 韩丽盯着下边一个年轻貌美的女修士冷笑道 韩丽嘴角一翘淡淡地说道 哼 一个妖物混在你们中间 你说是不是妥呀 啊 妖物 一听这话 古天起脸色大变 急忙朝那女修望去 其余几名修士也吓了一跳 下意识地急忙远离此女几步 都一脸吃惊之色 那名年轻女弟子邓大言 也被这言语吓了一跳 急忙结结巴巴地解释 前辈说笑了 晚辈是双俊宁家弟子 怎会是妖物 是啊 前辈 您是不是弄错了 宁道友的确是出身宁家 在下曾经见过数次啊 那名先前服用丹药的青年 看到年轻女修一副花容失色的样子 忍不住替他分辨起来 其余几人也不禁面露迟疑之色 寒丽却犹若未闻地轻哼一声 哼 一个小小的分神 也敢在我面前鱼目混珠 给我出来 随着此声话落 寒丽单手虚空一抓 顿时年轻女修士头顶处 天灵盖灵光一闪 一只青色大手浮现而出 随即向他一把抓去 那原本一脸委屈的女修一剑大手出现 身形一颤之上 面色惊得消失不见了 反而换上了阴沉的怨毒之色 接着身形骤然一晃 化作一道惊鸿积射而出 瞬间就出现在一侧的二十余杖的空中 这哪是炼气期的修为啊 就是杰丹期的修士 也无法有如此惊人的顿速 寒丽随脚犯起一丝冷笑 袖袍一扶 顿时一道黄芒射出 一闪即逝消失之后 竟诡异地一下出现在此女的头顶处 化为一只持续长的降魔杖 慈宝在寒丽的法觉一摧下 轻轻一晃 刹那间呢 体型狂涨 幻化出数丈大的虚影 同时狠狠地砸了下来 慈宝在寒丽法觉一摧之下呀 轻轻一晃 刹那间体型狂涨 幻化出数丈大小的虚影 同时狠狠地砸了下来 这年轻女修一见大惊 来不及闪避 只能一张口喷出一股黑色妖气 想要抵挡片刻 但是轰的一声巨响 黄光闪动 黑气被一击而散 根本无法滞留降魔杵片刻 这降魔杖虚影一下呀 积在此女的天灵盖上 年轻女修是一声惨叫 躯体立刻翻身栽倒 但是与此同时 一道淡淡的黑影从此女身上飞射逃出 一个盘旋后就要往地下钻去 就在这个时候雷鸣之声大响 一张金色电网不知何时浮现在黑影的头顶上 尚未等其反应过来 就如闪电般的落了下来 顿时爆裂声接连响起 黑色妖影连哼都没哼出来 就彻底被金光泯灭掉了 这闪电般的几目 让包括中年人在内的所有人都目瞪口呆了 韩丽抬手一招 降魔杖轻轻一缩 缩小如初 飞射而回没入袖口之中 做完这一切 韩丽反手扔出一个淡蓝色的小瓶 射向了底下的古天旗 中年修是自然下意识的一把接住 瓶中弹药也许能帮你顺利通过这里 就算我用此换回你的定源盘吧 面无表情说完这些话 韩丽立刻周身青光大放 化为一道刺目的惊鸿 鸡舍顿走 转眼间呢 消失在漫天风雪中 不见了踪影 啊 啊 中年人这才醒悟地 紧紧抓住手中的小瓶 脸上露出惊喜之色来 旁边也传来其他人的惊呼 竟是那名年轻女修啊 缓缓地苏醒了过来 刚才一击 竟然并未对此女的躯体 造成什么伤害 这时候 韩丽按照手中圆盘的指引 已经直奔小急功去了 但心中想起先前之事 还是微微一笑 刚才这年轻女子体内潜伏的 是一只高级妖兽的分神 看实力啊 最起码是八级妖兽的分神 哈哈 此妖兽倒也聪明 不知用何妖术 竟把自己的神念 悄然附在那名女修的体内 而此女修还毫无察觉的样子 若是这般下去 等她们真的走出此区域 小急功修士一时不慎 还真可能让此妖 借助此女躯体掩护 混进了小急功去 那既然碰上了 外加是举手之劳的事情 韩丽自然就出手 把这妖魂分念灭杀了 省得对方 在自己去北明岛期间腥风作浪 不过这妖兽如此处心积虑 想混入其中 难道是为了那寒水而来的 毕竟她早就打听过 小急功中 一直没有传出寒水丢失的消息 如此长时间 小急功不可能没发觉 寒水丢失的事情 看来是出于什么特殊的原因 竟将此事掩盖了下去 她心中有些不解的思量着 顿光却在驱使下快如闪电 没有多久竟顿入空中 到处是拳头大小冰雹的 诡异的区域 打这些冰雹夹在风雪中 个个是晶莹剔透 砸在护罩上发出低沉的 喷喷的声音 竟仿佛巨石相击的模样 以韩丽的修为 对这些冰雹自然是不屑一顾的 飞行了半个时辰之后 韩丽眼前一亮 冰雹风雪荡然无存 终于飞出了这片区域 前方不远出现了一座 依山而建的冰城 此城远远看去金光闪闪 在阳光下散发着 五颜六色的光芒 再加上附近还有一些 淡淡白气环绕此城 竟让冰城仿佛天山仙境一般 实在不像是人界建筑 韩丽面露一丝惊讶 不过他很快 目光落在冰城后方 那座巨山之上 此山相对于世俗之人来说 已经是十分巨大 那足有万丈之高 但是和以前见过的昆吴山 这等巨无霸相比 那自然不算什么 但是让韩丽真正吃惊的是 此山仿佛一根晴天巨柱般的笔直 山体表面也晶莹闪烁 披上一层不知道多厚的冰层 若不是山上偶尔献出的丝丝翠绿 点缀此山 韩丽都要怀疑啊 此山通体就是一座寒冰之山 虽然有明清陵墓 但如此之远 韩丽还是无法看清楚山上具体的情况 只能隐隐约约地在冰上顶端 看到一片五光十色的建筑群 看来那就是所谓的小急宫了 韩丽望着远处的冰城巨山 并没有马上飞顿过去 因为啊 在冰城和他之间这片冰川区域 看似普通 却暗中隐藏着各种无形的禁止 让精通阵法之道的韩丽 能清楚地感应到其中的可怕 如果贸然地闯进去 恐怕立刻就会激起其中的厉害 而且就在他走出先前区域的时候啊 冰城中早有数道顿光射出 冲其所在飞射而来 竟似乎早就知道他到来一般 韩丽眉梢一条忽然想起了什么 低头看了看手中那块圆盘 脸上露出一丝恍然之色 看来这定圆盘不但有带路的功能 还能让小急功的修士随时掌握持有此法器修士的行踪 他刚有些想明白的时候 树道顿光转眼间就到了跟前了 一男两女三名白衫修士 其中男的是杰丹齐修士 两名女子却是筑击齐的 那男子三十许岁 面容清秀 略一扫韩丽一眼啊 脸上露出一丝惊容 急忙躬身失礼 啊哈 晚辈外公执事石云 请问前辈尊姓大名 到本宫有何贵干啊 这名小急功的修士远远看到 韩丽从风雪中飞顿而出 虽然早知道对方不是一般修士 但是真确定对方是原应期的修士 还是一个陌生的中期修士 还是让他不禁有三分紧张 韩丽从容地说道 啊 我叫什么就不用说了 到贵宫市房友 贵宫一位长老 和我有些交情 啊 本宫长老 不知前辈想找哪位长老 晚辈立刻给前辈通报一声 听到韩丽这么一说 男子神色一松 连忙用讨好的语气说道 韩丽缓缓地回答 白瑶仪子和我新年有庶面之交 不知是否在宫中啊 啊哈 原来是白师叔 师叔并未外出 并且现在好像正在闭关 晚辈立刻发出一道传音符 告知师叔一声 请前辈稍后一二 石云听韩丽准确地说出了 白瑶仪的名字之后 更安心了几分 然后当着韩丽的面 马上放出一道传音符出去 在此期间 韩丽一直悠然地站在原地没动一下 目光开始仔细打亮着远处的情形 青年见状眨眨眼 满是笑得又要说些什么 但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刺目的赤红 从韩丽身后的风雪区域中飞射而出 和韩丽他们竟然仅仅有百余杖的样子 今天就讲到这里 下一集中 桑子将继续为您播讲 凡人修仙传